民众在今年3月参加了知名旅行社举办的 《冲城十元岛四天三夜游轮之旅》 结果游客因为行程抵达时间延误 加上上下船动线混乱等等问题 不少人败信而归 回国之后他们气得要向旅行社求偿 但是因为双方赔偿金一直没有弹拢 今天下午就有旅客前往旅行社在旅游展摆设的摊位快选抗议 结果双方差一点爆发冲突 周小姐怒气冲冲带领一群同团游客到旅行社 在旅展摆设的摊位前高举布条抗议 布条写下保护旅游消费者运动 希望旅行社别再默示游客的不满心声 结果旅行社却疑似派人出面阻挡 双方差点爆发冲突 这期旅游纠纷发生在今年3月 当时周小姐和先生参加知名旅行社 举办了冲绳石原岛四天三夜的游轮自由行行程 结果周小姐不满旅行社 先是行程时间不断延误 接着抵达目的地要下船时 又因为下船动线乱 加上船上的旅行社服务人员 又疑似不足让游客气炸了 回国后分而向旅行社求偿 但双方对于赔偿方案却始终没有共识 如果你拿不出三分之一来 你也必须要拿出一个合理的补偿的金额 赔偿的金额给大家 一千块的折家券加五百块的现金 是我们认为我们可以接受的 那我想再来就是5月25号 观光局的一个协调 对于赔偿金额要达到共识 似乎有难度 游客表示未来会持续抗议 直到达成协商共识才会罢休 而旅行社则期盼透过25号的协商 能让这期旅游纠纷和平落幕